哈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超级仙气的美甲啊我的指甲已经修好了然后我们用这个我们用这个罗美夫然后做一个指甲 首先我们用这个罗美夫然后我把我们的嘴巴打底三遍啊两到三遍都可以看自己个人爱好啊我这已经修过行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涂指甲 我上面贴的是果冻胶啊因为我还要再摘下来的就贴果冻胶比较方便一点就这样子 然后每个颜色都这样子 然后每个指甲都这个样子宝宝都涂一层啊 然后我们去照灯30秒 然后我们接着来涂我们的第二层啊每个指甲都是这个样子的 第二层涂好了之后就照灯 然后我们来出第三层啊第三层呢我们也是每个指甲都涂一遍涂完之后呢我们先不着急去照灯涂完之后先先不照灯然后拿出一个笔刷就像这个样子的笔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这个这个特别闪的这个雷射的这个贴纸给他就这种很碎的贴纸给他粘在我们的指甲上就随意的粘就可以了啊你觉得站在哪里好看你就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利用因为我们刚才没有照灯嘛然后我们就利用浮胶然后粘上一点这个碎的这个贴纸就可以了就像这个样子就好了这样子啊 然后每个指甲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然后贴在你想要的位置都可以啊 每个指甲根据自己想要的位置然后去贴 但是你不要弄一大坨在上面一大坨的话肯定就不好看啊然后我们就还弄得稀疏一点就像这个样子 小木质也来一点 就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去照灯就可以了照灯一个30秒照灯结束之后呢然后我们用这个免洗的这个粘断胶然后粘一些小贝壳还有小珍珠 然后我们用这个免洗的粘断胶在这个上面多涂一点然后我们要粘小贝壳还有珍珠像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取这种小小的贝壳然后粘在刚才我们涂胶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不要粘的太密粘的太密的话就不好看了 这个样子就粘好了粘好了之后呢我们先不照灯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无名指上面粘一些小珍珠然后我们在无名指然后我们这个贝壳粘完了之后呢我们在无名指的位置上粘一颗小珍珠 粘一颗就够了粘一颗就很好看了 然后我们再在他这个上面再粘上一个小蝴蝶就是这种雷射的这种蝴蝶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粘一个小蝴蝶蝶的位置就是放在这个珍珠的旁边就可以了放在这个珍珠的旁边看到了没有就像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假面现在还不平整因为上面贴了贴纸我们就要用加固胶给他找平下假面啊就是加固胶然后全部都给他涂在指甲上每一个指甲都要涂啊 然后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我们贴的贝壳不是很大所以就可以用加固胶啊就不需要再用那个免洗将来胶去粘它了 然后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啊每个指甲上面都要涂上的夹骨胶这个样子我们的假面看到没有就很平整我们的假面就很平整看到了吗 然后夹骨胶涂完了之后呢我们去照灯照60秒到灯结束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涂封层了就每一个指甲就是他各个角落我们都要给他涂上封层不涂封层的话呢我们的假油胶是不会干的 然后他就会很粘粘的明白了没有就是做指甲永远都是要涂封层的做脚里涂是假油胶都要涂封层 然后每一个指甲我们都要涂上封层封层涂完之后呢我们也是照灯六十秒咱们全会封完层之后然后就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呢我们还可以给他点击一下我们的石膏胶这个样这个就是石膏胶石膏胶不需要涂封层所以我们就把它点击在我们的指甲上 我们取一点点这个石膏胶然后在我们的食指上面食指上面然后画一个对称的一个角我们在这边涂上一点石膏胶然后我们再在这边涂上一点石膏胶然后我们再在这边涂上一点石膏胶我们给他做一个对称的一个角一个斜对角就像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先不照灯把我们的小拇指也给他做上石膏胶 小拇指的石膏胶呢我们就直接拉出来一条线就可以了这种一条鞋的线就可以了其实这个非常的简单石膏胶呢它不需要封层然后装完灯之后呢我们这个指甲就算是做完了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去给他照灯吧现在就可以给他照灯了 照完灯了然后我们这个指甲也做完了就这个样子的 其实这一款指甲特别的简单啊就是图一个底色然后装一些比较仙气的小视频就可以了看这个样子是不是特别的仙气啊特别的好看呀